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个最了不起的他是其中之一 道生大师在佛门千古流传的一个典故 就是生公说法 完食点头 他被称为生公 跟我们前面介绍的那位生造大师 生造大师称为造公 他被称为生公 当时在建康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佛教界对佛性的理解 关于一场棋人有没有佛性这个问题 一场棋是泛语单词的音译 大家注意 一场棋 千万不要用成二场棋 三场棋 这个一 它是那个单词里面的发音 翻译成我们汉语 就是断善根的人 一场棋 这样的人有没有佛性 当时的佛教界 普遍认为是没有的 最大二级嘛 善根都断了 不可救药了 大波涅槃经 在北方翻译出来了 还没有传到南方来 道生大师 他根据佛陀的一句话 他认为一场棋 这个断善根不是一断涌断 不是说断了善根 就不可救药了 就算他堕地狱 有朝一日 还能够恢复佛性的 还能够成菩提道的 他的根据是什么呢 就是佛陀的一句话 佛陀说 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他的根据就是这个 请问 既然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一场棋人 算不算大地众生 如果佛陀说 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那么一场棋断了就涌断了 那么佛陀的话不自相矛盾了吗 佛陀怎么可能说出自相矛盾的话 可是就这么一个顺理成章的一个道理 不要小看哦 当时的佛教界 被道僧大师这一位观点 一下子捅了马蜂窝了 不得了呀 这简直是魔王转世 简直是业障滔天 不能接受啊 从这个地方我们想一想 什么叫思想者 什么叫洞见 思想者可不是做一个思想者的一个动作 那个样子就是思想者 真正有思想的人 就像道僧大师这样的人 由于道僧大师 他说一场体能是有佛性的 不是一断永断 这个马蜂窝一捅 佛教界不能容纳他 大家群起而攻之 把他驱逐出去 所以道僧大师就被从健康 佛教界驱逐了 被驱逐出去可想而知啊 没有人理啊 再也不会有鲜花掌声了 道僧大师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他来到苏乌州的虎丘 那个时候的虎丘就是一片荒凉 不像今天咯 他在那片荒山之上 他说 现在我对你们讲 一场体能 皆有佛性 这个观点 我对着天地讲 对着石头讲 对山河大地讲 他就这样侃侃而谈 阐述这个观点 所以史传 他在讲这一段经义的时候 石头都频频点头 所以留下这样一个典故 就生功说法 玩石点头 好 过了几年以后 大波涅槃经 传过来了 当初驱逐到的这些人 读到大波涅槃经里面 佛的讲述 幻然悔悟 然后大家又敲锣打鼓的 这个 甚至很残媚的 跑去 请 哎呀 道生法师啊 你快回来 我们当初的观点说错了 我们当初对不起你 然后又把道生大师接回来 道生大师才回到僧团 这个典故我们讲起来 千万不能觉得跟我无关哦 看思想者 这就是一位了不得的思想者 留给我们的火花